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要我帮她调查一下她的丈夫是否出轨 那位女士虽然有点年纪了 但外表很靓丽 身材也保持得很好 她和丈夫结婚十年了 夫妻之间并没有什么嫌隙 但是她告诉我说 大约在两个多月前 她的丈夫开始很晚才回家 而且对她也开始冷淡 所以就怀疑她的丈夫外遇了 希望我帮她调查看看 后来拿到一些她丈夫的基本资料后 我就开始跟踪她的丈夫 结果第一天调查 就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 那天男主人晚上七点左右 独自开车离开公司 我跟在他车子的后方 结果我跟到了一个预料中的地方 那就是一间宾馆 不过在我预料之外的事 那是一间废弃的宾馆 我想着她到这里干嘛 正当我纳闷的时候 我看见她下了车 然后走进了宾馆内 我小心翼翼地跟上去 但是里面很黑 没开灯的话 根本看不到 不过当时我刚入手 一台夜市数位相机 我利用相机的荧幕 摸黑的前进 我一边小心翼翼地 闪避废弃物 一边注意着周遭 我心想男主人没有用照明设备 可以在一片漆黑的地方 顺畅地移动 也太厉害了 不过这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很想知道她来这里 是在做些什么事情 但是她走路的速度太快了 我实在很难跟上 转眼间 她就消失在漆黑的宾馆之中了 正当我迷失了方向 不知道男主人跑到哪里的时候 我听到楼上传来了一个男人和女人讲话的声音 因此 我跟着声音的方向上楼 然后来到一个房间附近 我看到房间内有摇晃的灯光 看起来是点了蜡烛 我站在外面 听到一个男人在说一些肉麻的情话 然后有个女人发出了开心的嬉笑声 我从门缝往里头偷看 我看到男主人 她在床上抱着一个全裸的女人 一边亲吻着 一边称赞她很漂亮 而那个女人 发出一种开心的嬉笑声 我心想抓到证据了 于是用手上的相机开始录影 不过当我刚录没多久 我就开始害怕了 因为我仔细看了一下 那位全裸的女人 根本不是普通的女人 而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充气娃娃 而且那个充气娃娃 看起来已经很旧了 她的身上还布满了一种 类似血迹干掉的 红黑暗色的污渍 我被眼前的画面 吓得脑筋一片空白 之后男主人开始脱掉衣服 打算要跟那个充气娃娃风流 而那个充气娃娃 不断地发出一种很开心的嬉笑声 当时我真的吓得不敢再录下去了 就急忙地逃离了那个地方 之后我回到了事务所 我看着拍下来的东西 烦恼着该如何向委托人 报告这种事情 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怪事 所以也不敢再深入调查 怕被卷入什么怪异的事件之中 因此我决定终止调查 于是隔天 我把委托人约来事务所 然后把昨天我拍摄到的东西放给他看 我告诉他说 我只能调查到这里了 我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你还想调查下去的话 也只能找别人了 他在看完影片后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后来他没多说什么 付完钱就离开了 然后就没再来过事务所了 至于委托人回去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 不过应该是有处理好了 因为后来 我看男主人的公司 经营得有声有色 他和他太太 也很常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 大力推广慈善活动 而每当我看到他的新闻时 我都会想起他在废弃宾馆里的事情 我还是无法理解 那个冲气娃娃 为什么会发出女人的笑声 而男主人 为什么会去那间废弃宾馆呢 是那个冲气娃娃 把他引诱过去的吗 这是我以前在国税局当职员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那是发生在90年代 当时我和同事 到了东京都大田区的一所房子 进行稽查 我们在门口时 那户人家的太太 手里拿着佛珠 不断地喃喃自语地说着 个灵退散 恶灵退散之类的话 虽然来到这里之前 我们就从调查中得知 这户人家信奉的是 某种新兴宗教 但是他这种举动 还是让我们感到不知所措 心里也很不舒服 和我同行的同事 他讽刺地冷笑着说 看来太太不是很高兴吗 男主人听到后 嗤嗤以鼻地对我们说 听我妻子说 他梦见今天来的客人 会带来灾祸 听到男主人这些话 让我感到哭笑不得 然后我们就进到房子里 找寻证物 进去后 我们看到 屋内有一个奇怪设计的 阴森神棚 其他的地方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 名流之家的装潢 我和同事开始在房子内搜查 但不管怎么找 也找不到逃税的证据 男主人非常得意洋洋的样子 令人感到生气 就在这时 同事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说 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调查过 就是那个阴森的神棚 于是我和同事两个人 走到神棚前面 他把手伸过去 打算摸索时 一直碎念着恶灵退散的太太 突然面色铁青 然后他不断地高喊着 你们会下地狱去的 而男主人也突然变得非常生气 他大喊着助手 并且警告我们说 你会被诅咒的 你想死吗 我看到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 兴奋地想着 这种反应就对了 同事翻一翻神棚上的东西 发现了一个小盒子 我想着 终于找到疑似藏着证据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无视了在一旁 大喊大叫 企图阻止我们的太太和男主人 然后打开了盒子 同事打开盒子后 他惊讶地倒吸了一口气 脸色非常难看 因为盒子里面 有大量的头发和指甲 还有一些动物干枯的眼球之类的东西 我们对这些东西 感到十分惊讶 吓得沉默不语 太太瞪大了眼睛 愤怒地对我们说 我早就警告过你们了 你们可能已经没命了 同事颤抖着 把盒子的盖子盖上 然后放回神棚上去 之后 我打电话给上司 报告了调查失败的事情 上司大声斥责我说 混蛋 你太天真了 你们在那边等着 我现在就过去 过没多久 上司来到了现场 他进门后 就直接走向神棚 然后神情平静地打开盒子 把手伸进去探索 我很惊讶地想着 他居然就这样 把手伸进去里面了 接着我看到上司 突然露出了一个冷笑 然后他说 看吧 这盒子是双层的 里面有个夹层 他从盒子里 找到了他们逃睡的秘密账簿 男主人和太太 在看到这种情况后 脸色一下子就变得苍白 放弃抵抗了 后来工作结束后 上司告诉我说 这个世界上 可怕的不是鬼魂或诅咒 而是人类的欲望和恶意 人们为了金钱会撒谎 也会毫不在意地演习给你看 看看这次的调查 那对夫妻狡猾地把秘密账簿 藏在神棚上的盒子里 利用人类对诅咒的恐惧 巧妙地想躲避我们的调查 真正可怕的 就是这种不良的意志和欲望 就这样 在上司的叮咛下 这一次的逃税调查落寞了 但是 在调查事件过后的一年内 曾经摸过盒子的那位同事 有天就没有原因地自我了断了 而上司 他在一次交通事故中 驱逝了 他们两个人 就在一年之内 陆续死亡了 在他们两个死掉之后 我害怕地想着 他们两个的死亡 是巧合吗 而回想起上司告诉我的话 我也开始思考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可怕的事情 是真的只有人类的欲望 和恶意而已吗 这是我以前在侦探事务所 当调查员时的故事 当时我们事务所 接到一位中年男子的委托 他要求我们 帮他解决 跟踪狂的问题 委托人说 跟踪他的人 没有对他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只是一直跟踪着他 而且经常在他家周围监视着 由于他的妻子 得知这件事情后 非常害怕 所以他想在遭受到危险之前 赶紧阻止 因此 他希望我们帮他调查出 跟踪他的家伙是什么样的人 了解了情况之后 我开始进行调查 我每天跟随在委托人后面 等待着那个跟踪狂的出现 然而一两个礼拜过去了 那个跟踪者并没有现身 所以当我向委托人报告进度时 我告诉他说 那位跟踪者 似乎还没出现 但是 委托人却跟我说 你在说什么啊 那个女人 不是一直在跟踪我吗 听到她的说法后 我很惊讶 回去后 我把这一两个礼拜 调查过程中拍摄的影片 重新看了一遍 都没看到委托者说的什么女人 我对这件事情 开始感到疑惑 但由于委托人 要求我们继续调查 所以我就继续随着 委托人的作息 进行跟随调查 然后再继续调查后 没几天 我终于发现了 一个可疑的人物 她一直跟踪着委托人 我马上就拍下照片和影片 同时 也请前辈去尾随那位女性 把她底细查清楚 但前辈在尾随的途中 跟丢了她的踪迹 所以暂时无法查明身份 当天晚上 我和前辈就和委托人 报告了情况 委托人看到照片和影片时 她面色苍白地点头说 就是这个女人 就是她 确认跟踪者的外形和相貌后 第二天 那位女性再次现身了 我看见那女人 开着一辆车子 在委托人家附近出现 她停好车后 就一直盯着 委托人家里的情况 我把那女人的车牌记下来 然后打电话 去运输局 询问后发现 那个车牌号码 没有注册任何车辆 这种情况很奇怪 于是我和前辈一起行动 开始跟随那位女人 那位女人 开车离开了 委托人家附近后 车子 驶进了一座 位于县交界处的山区 因为是深夜的山路 路上几乎没有车子行驶 只有我们和那个女人的车 就在我们跟着她 开一段路后 突然发现 那个女人的车子 进入了一条 没有扑设路面的山路 虽然我们有和她 保持比较远的距离 但由于这种情况 使我不禁想着 难道她注意到我们了吗 于是 我们在离山路路口 有些距离的地方停下车子 前辈要我去确认一下 看看能否徒步通过那条路 因为她担心 我们直接开车跟进去的话 会被发现 说实话 我很不情愿 但我还是走进了灌木丛 并沿着那条路走去 最终找到了一间房子 那辆车子停在那里 那间房子的外观 已经被风雨侵蚀 看起来 几乎就是一座废墟 我想着 那女人住在这样的地方吗 房子看来是没有通电 车子停在那里 路也只有这条 虽然我很怀疑 那女人是否有在房子里 但我还是躲在灌木丛中 观察那房子 大约二十分钟 正当我坚持得有点累 松懈下来的时候 突然房子里传来一声 极度惊慌失措的尖叫声 顿时间我吓了一跳 然后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又是一声极度恐慌的尖叫声 我感到惊慌失措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感到很害怕 头顶不停地冒汗 于是我就立刻逃出去想找前辈会合 当我走到我们的车子旁边时 我没看到前辈的身影 明明他应该在车里等待 怎么不见了呢 我大声喊道 前辈你在哪里啊 就在我才刚喊完的一瞬间 从路边的灌木丛中 传来了手机铃声 我看了看灌木丛 那里掉落了一部手机 那是前辈的手机 当我捡起前辈的手机 接起电话后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前辈 断断续续有气无力的声音 似乎是在讲着什么话 我都还没听清楚通话就中断了 我尝试回播过去时 发现手机是没有讯好的 我待在原地思考着 前辈应该在车里 但是却不见了 他的手机却掉在了灌木丛里 还有手机传来的讲话声 以及刚才在那栋房子里的尖叫声 难道前辈他 被那女人带走杀害了吗 这种最坏的情况 在我脑海中浮现 我感到极度恐惧 我想要逃跑 但是我不能抛弃前辈 所以我跑到车内 把车门锁好 躲在车里一直发抖 我回想着那个尖叫声 还有 即使是在服务区外 前辈的手机也响了起来 然后从电话里听到了前辈的声音 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早上 前辈都没有回来 那个时候 我也产生了将错就错的心情 想确认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就起身再次前往那个房子 当我走向那个房子后 发现那台车还停在那里 我想着 或许它在里面 于是就进入了房子 结果里面什么都没有 应该是说 里面是没有任何人进去过的痕迹 我一边觉得很可怕 一边在房子里转了一圈 这间房子只是一片废墟 之后 我走到那台车旁看了看 发现那车已经好几年没有驾驶了 车内也一片狼藉 我思考着 怎么可能这太荒谬了 虽然我这样想着 但什么也没发现 所以我只能先回事务所报告此事 我和事务所的人说明情况后 大家认为 前辈可能被卷入了某种事件之中 于是我和其他前辈再次前往现场 但仍然什么也没有发现 后来前辈的家人报了失踪案件 可是没有任何进展 我们也向警察报了案 但警方认为这不是一个犯罪案件 因此没有进行调查 同事之间 有人提议调查此事 寻找前辈的下落 但最终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而之前拍下那位跟踪狂女人的照片 和影片也突然的消失了 虽然同事们说 之前都有看过影片和照片 那位女人是真实的存在 但之后 她也没再出现在委托人的身旁了 那个女人就像那些照片和影片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至今我还是不知道 到底那个跟踪狂是不是鬼魂 而前辈到底去了哪里 现在仍然没有答案 这是我以前自己接案 在从事调查工作时经历的故事 当时我接到某个出版社的委托 那是一个关于灵异传闻的调查工作 也可以称为是灵异景点的调查 出版社要我去调查 关东某个山中的废弃饭店 是否真的有灵异现象发生 那个废弃饭店有个传闻 以前有一个年轻女性被男友杀害 尸体被埋在废弃饭店的墙壁里 然后那个女人变成了鬼魂出没在那里 我在了解以上的传闻之后 打算先从这个事件是否真的发生过 开始调查 所以我就去了当地的图书馆 查阅了案发年代的报纸 并向当地警察和地主 以及附近的当地居民打听了情况 不过 我从他们口中得到的消息 都没有发现有相关事件的记录 在调查完事件的真实性后 为了添加调查报告要使用的照片 我和一位工作上有合作的女人 在半夜的时候去了现场拍照 会跳在半夜去 是因为委托的出版社 要求拍摄夜晚的照片 所以我们才半夜去了现场 由于那栋废弃的饭店 是在人烟稀少的山中 所以到了现场后 我们两个都感觉很阴森 气氛让人毛骨悚然 虽然气氛有点诡异 但工作还是得继续 因此我们开始拍摄建筑物的外观 拍完后 我们就走进建筑物的内部 为了节省时间 所以我们决定 就分开各自调查和拍摄 进去后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在里面的调查大致结束 打算收工了 于是 我就朝还在建筑物内部的女同事喊道 差不多该回去了 收工吧 就在我喊完后 我听到她回答我说 再等一下下 你能先过来这边的房间吗 我在听到她的要求后 就朝她的声音方向走去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房间 我走到房门口前思考着 印象中 刚才路过这边 好像没有这个房间 我觉得有点奇怪 但还是走了进去 当我一走进房间后 闻到房间里面 有一种类似海鲜腐烂的味道 非常恶丑 接着我突然发现 原本站在房间内 那位女同事的人影不见了 不过 我也没有特别在意 只是认为 她是晃到其他地方去了 然后我就在房间里 大致地看了一下 我发现 墙壁有个地方颜色不同 好像重新粉刷过 我想着 那个地方 应该就是那个传闻的来源吧 于是我就拿起相机拍了起来 结果突然间 手电筒和照相机全部断电 我对于这种情形 且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什么都看不到的状况 感到很无奈 就在我想着该怎么办时 我听到了 有人走进房间的脚步声 我开口说 那个灯都坏掉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我们走吧 她回答我说 我们再待一会吧 好吗 我告诉她 没有灯什么都做不了 要回去了 可是她还是不断地劝我留下来 说什么再多拍几张照片吧 或是把墙壁挖开吧 之类的话 我说 如果要做的话 那就明天再来吧 然后正当我转身准备走的时候 她喊了一声等一下 就快速地抓住了我的手 被抓住手的那股触感 至今我都难以忘记 我的手被一种非常柔软 而且黏糊糊的东西给抓着 那感觉有点像是泥巴一般 总之难以形容 我被那股触感 吓得赶快把她甩开 一甩开她 她又对我说 再待一会吧 再一会就好 那一刻我才感觉到她 并不是我那位女同事 恐惧感油然而生 于是我吓得立刻从那里逃了出去 因为逃出去的路上 没有任何灯光 只有外面的月光 透过窗户照明 所以 我的身体撞伤了好几处 感觉非常痛 但我顾不得那么多 只是继续往出口跑 当我一跑出建筑物后 我看到我那位女同事 她站在车子前面等着我 我跑过去她面前 然后她告诉我说 她刚刚一进去 打算要开始拍照时 手电筒就坏掉不能用了 所以只好在这里等我 我听到她说的话后 我害怕地想着 那刚才在房间里 我遇到的是谁 我越想越忙 于是我和女同事就跳上了车 想赶快离开 正要发动车子离开时 她突然惊呼一声 然后用颤抖的手 指着车子的后视镜 那时候的我 已经没有勇气去看镜子里有什么了 只是赶紧发动车子 直接开到了市区 然后我在车上把所有的经过都报告给委托方 回去的途中 我问我那位女同事看到了什么 她只是告诉我说 我不想再回想了 之后回到办公室 我们检查了拍摄的东西 都是普通的照片和影像 什么也没有拍到 不过事后我想想 那些影像和照片里 一定有什么东西存在着 因为后来我把所有的资料汇总成调查报告 把当天拍摄的照片和影像 交给了委托人 一开始收到调查报告的委托人 很兴奋地说 太有趣了 这些资料太棒了 但是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出版社突然无预警地取消使用那些东西 并且很快地就把照片和影像都销毁了 整个调查报告 就只留下文字的部分了 虽然我至今还是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但我想 那些照片和影像应该有问题吧 这背后可能有一些恐怖 且不为人知的原因吧 这是我小学时候发生的事情 某天早上我一进到教室 班上 弥漫着一种恐慌的气氛 大家闹哄哄地讨论着一些事情 听同学说 有人趁着半夜学校没人的时候 闯进学校 然后把私欲小屋里的小动物杀了 里面一片狼藉 而且那些动物支离破碎的身体 被留在了小屋里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 虽然感到难过 但也很冷静 因为在那个年代 这一类的事情 在各个地方是很常见的 估计是校外人士 针对小动物泄粉 老师们在小屋旁的花圃中 找了个空地 把那些动物尸体埋了 然后搭了一个小小的坟墓 我和比较好的朋友们 拿了一些面包和蔬果 当作是祭拜用的供品 放在坟墓前 希望那些小动物们能安息 隔天早上 我和朋友要去说 那些祭拜的供品时 发现那些东西都不见了 我们找了一下 才在旁边的树丛中 找到了那些残渣 东西都被撕碎和咬过 看到这种情况后 其中有个朋友开口说 会不会是小动物的灵魂吃的 我听到后 觉得这种论调有点荒唐 因为我认为是野猫干的 所以我没理会 但是朋友的说法 开始在学校里流传开来 后来学校大部分的人 也都不敢再接近那里了 除了我和几位比较好的朋友 我们四个会经常去看一下 四域小屋旁的坟墓 偶尔也会放上水果之类的供品 但隔天再去看时 那些供品都会变成被吃过的残渣 躺在草丛中 因此 我们之后也就不放供品了 只是双手和失败一下 后来 随着时间的过去 我也升到了高年级 就在我升上高年级后 四域小屋迎来了一些小动物 那时候的我和几位同学 也开始负责养育小屋内的动物 开始四域那些动物后 我每天都会很早到学校 然后到了学校后 我都会先去小屋 看看动物们的情况 不过才刚开始饲养没多久 某天一大早 我到了学校后 远远就发现 小屋的门竟然是打开的 我赶紧跑过去查看 我看到里面血肉模糊 我们所饲养的鹅被撕成碎片了 小屋内留下的碎片 只有鹅的头和脚丫子 看得我差点吐了 我从那些残渣看起来 感觉它们是被什么东西 给直接撕咬的 这和上次发生的情况差不多 因为这种不寻常的事情 又发生了 所以我和几个比较好的朋友 组成了一个调查小团体 我们想要查出凶手是谁 于是就开始调查 我们开始和学校的学生打听 最近是否在学校附近 有看到可疑的人 后来 我们从隔壁班的青山同学那里 听到了一些消息 青山同学的家 就在学校的对面 从他的房间 可以看到学校的情况 他告诉我们说 有天半夜 他爬起来要去上厕所时 他从房间的窗户看出去 看到了 他看到有个人影 好像牵着狗 在学校里游荡着 我们根据这个情报 决定要抓住那个犯人 所以我们把提供情报的青山同学 拉进了侦探团 让他当监视员 之后 学校引进了几只小兔子 我告诉青山同学说 晚上有空就尽量盯着学校那边 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然后有一天晚上 青山同学打电话到家里来 他说 他看到了那个牵着狗的可疑人物 进了学校 于是我联络了侦探团的所有人 带上武器 在校外集合 我们的武器 就只是棒球棒和弹弓之类的玩具 然后我们悄悄地潜入学校后 走向四域小屋 我们躲在小屋一旁的树丛中观察 当时所有人都看到了 那里有一个男人的身影 那个男人牵着一只狗 站在四域小屋前 他用铁锤破坏了门锁 然后走进了四域小屋里 不过因为附近的光线不足 实在看不太清楚 他在里面做什么 只能隐约看到他的影子 抱起一只兔子 给了身旁的那只大狗 从影子晃动的状况看起来 那只狗似乎在啃咬着兔子 我们几个小声地讨论着 那是什么可怕的狗 当时我们全部的人都吓得不敢动 只能这样默默地看着 后来 那只大狗似乎满足了 男人就把手电筒打开 而当他打开手电筒时 我们看得更清楚了 他把大狗撕烂的残渣 放到塑胶带里 不过最让我害怕的是 在手电筒的灯光照射之下 我看到他身旁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狗 那看起来 就是一个只穿着内裤 全身脏兮兮的年轻男子 他的外观虽然是人 但是他的坐姿 就跟狗一样坐在那个男人的身旁 而且他的嘴边都是血 嘴里似乎还在嚼着什么 我们全部的人都吓死了 其中有个朋友 看到这种情况 还因此吐了出来 而那个男人 听到了朋友吐的声音 男人就拉着他的宠物 走出了小屋 然后用手电筒 往我们所在的这个草丛 照射过来 我们一行人被他给发现了 接着他把身旁 那个宠物男子脖子上的链子解开 而那个像是大狗的宠物男子 链子被解开后 他就突然站了起来 往我们冲了过来 我吓到腿不停地发抖 差点就尿裤子了 然后青山同学喊了一声 快逃啊 我们几个 就开始大叫地跑走了 当时我认为 被逮到的话就没命了 所以那时候 我用尽了力量拼命地跑 而那个男子 他在我们后方 一边发出奇怪的声音 吼叫着 一边追着我们 之后我们几个 从学校的角落 快速地翻墙离开 然后跑到了 青山同学的家里 我们几个就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青山的父母 青山的父母就报了警 并且通知了 所有人的家长过来 我也因为这件事情 被父母骂得很惨 后来我们把事情 都告诉了警察 警察问了我们很多问题 我们把看到的事情 都说了出来 但是因为脸没看清楚 没有什么帮助 犯人之后 也都没有被抓到 不过 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在我毕业之前 就没有再发生小动物 被杀死的情形了 后来我每次回想 那次的经历 都觉得很夸张 因为我很难想象 有人会把人类 当成宠物来饲养 但是我总觉得 那家伙 也许不是人类也不一定 以前我在一间 私家侦探社 当调查员时 曾经遇过一件 离奇又可怕的事情 那天我一走到 事务所门口 就听到前辈们 在里面抱怨着 生意不好 我心想 看来又是没事干的一天 所以我就没进办公室 独自一个人 去了附近的酒吧喝酒 我在酒吧里 和漂亮的老板娘 聊天聊到一半的时候 一位上班族开门进来 他坐到我身旁 我看了他一眼 他的表情看起来 似乎非常消沉 他点了一杯烈酒 酒才刚递到他手边 他就一口气 把酒给吞了 喝完之后 他马上又点 然后就这样连续 喝了好几杯 我心想 大白天这样喝酒 看起来是遇到了 什么烦心事 于是我提醒他说 这样喝酒不好吧 那位上班族 看了我一眼 然后开始跟我 说说他的烦恼 他说 最近他老婆 对他非常冷淡 而且每天打扮得很漂亮 晚上回到家后 也没做饭 深夜也会听到 他老婆做梦时 嘴里叫着一个 陌生男人的名字 他怀疑他老婆外遇了 他觉得自己 很努力在上班 想办法让家人过好日子 但老婆却做了这种事情 让他很愤怒 可是他也没有证据 所以 他也只能委屈地过着 而刚才 他又和他老婆在电话中 吵了一架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听完他的事情后 就表明自己是在 侦探事务所工作 我告诉他说 可以帮他调查看看 于是那位男人 就和我一起去了事务所 前辈们 看到我在这种 不景气的状况下 还能找到客人 每个都变得 开始积极起来 后来我们就接受了 这男子的委托 帮他调查他老婆 是否有外遇 以及他老婆晚上睡觉 嘴里念的男人名字 是什么样的人物 所以隔天 我就开始展开调查 我在委托者家附近 守住待兔等着 大概在下午四点多 女主人从家中出来 看她一身漂亮的打扮 应该是要去约会的样子 她上了一辆计程车 我和前辈开着车 跟着他们 之后 女主人在一个偏僻的 便利商店下了车 我看着四周什么都没有 附近都是农田 而农田中 只有零星的住家 我想着这女人 来这种地方做什么 只见女主人下车后 便往商店旁的小路走去 我马上下车跟上 前辈则是开着车跟着 接着我们都看见她 走进了一片树林里去 我告诉前辈说 我进去看看 我就一人跟着女主人 走进去树林里 进去树林后 我为了不被发现 所以我躲进旁边的草丛中 然后拉开了点距离 才开始移动 在穿过树林后 路边有一个破旧的老房子 我看见女主人 走进那栋老房子里 我慢慢地走过去 然后躲在房子前方 不远处的草丛中观察着 我用手机传了讯息给前辈 要他在入口守着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后 女主人从房子走了出来 我隐约看到 有个男人的身影 在房子内部玄关地方和他道别 我赶紧拿出设备录影 之后 女主人就离开了那间房子 往刚刚进来的路走去 我传简讯给前辈 要他跟着女主人 而我在这边守着 因为我得调查这房子 是住着什么人 结果 我在那边守了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人走出来 也没有人在里面移动的状况 我感觉有点奇怪 于是就先暂时撤退 然后就自己回到 委托人家门口和前辈会合 前辈说 女主人回家后 就没再出门了 晚上我们和委托人见了面 我把我们调查的状况 和他报告 然后我把我录影的东西给他看 结果影片放出来 只听到声音 画面是一片黑 对于这种情形 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委托人解释 但是明明镜头没有问题 怎么只录到声音没录到画面 我感到很抱歉 拼命地道歉 但委托人并不在意 只是要我们继续调查下去 一定要有确实的证据 后来的几天 女主人都是同样的情形 每天她都会去那个小屋 然后待个一个多小时后就离开 但房子内总是没人出来 于是有天我等女主人 大约离开二十分钟后 我从草丛中走出来 然后假装是迷路的人 上前去按门铃 门铃按下去 完全没有反应 我心想着 门铃是坏掉了吗 我在外面喊着 有人在吗 里面没有人回应我 我觉得很奇怪 于是顺手拉了一下门把 门没锁 我拉开门把 感觉里面很黑啊 我喊着 有人在吗 还是没人回应 于是我进到里面后才发现 那房子根本没人住 里面破旧不堪 布满灰尘 看起来就是荒废很久了 我心想着 那女人来到这里 到底做什么 我在一楼转了一圈 什么都没有 我走向二楼后 二楼异常地干净 房门都打开着 唯独一间房门是关上的 而那些开着门的房间 都空无一物 后来我打开那间 关上的房门 我看到里面打扫得非常干净 里面有一张床 和叠好的棉被 而床上有一套 成年男人的西装 躺在那里 老实说我当下觉得 有点诡异 感到有点不妙 所以就赶紧退出房间 离开那间房子 当我一走到外面 就接到前辈打来的电话说 出事了 前辈他紧张地说 女主人突然跳鬼自杀了 听到消息后 我震惊不已 因为出了大事 所以调查就暂停了 而就在女主人 死掉的两个礼拜后 我接到委托人的电话 他说 他要过来付清之前 请我们调查的款项 委托人来到事务所后 把调查款项付了 然后他突然拿出 一本日记给我 他说 这是他在家中 整理他老婆的东西 时找到的 那是他老婆的私密日记 他希望我看完日记后 帮他调查日记里面 他老婆提到的那位男人 我大约说一下 日记里面的重点 前面记录的 是一些梦境的内容 女主人之前 经常梦到一个自称叫 刚穿圣词的男人 在梦中 他们就像情侣一样 搞着不伦的关系 他想说 怎么会老是梦到那个男人 内容也是春梦居多 而且梦境非常真实 虽然有些害怕 不过在梦中和那男人 在一起的愉悦 让他无法自拔 后来他的心情也从害怕 转变成开始期待在梦中 和刚川先生见面 之后 女主人开始有了 只想在梦中生活 不想醒来的想法 然后 我看到其中一则日记之后 开始感到整件事情 变得很诡异 那则日记写着一个地址 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跟踪女主人 他所去的那间破房子 而那则日记之后的内容 都是他下午 去到那个地方 找刚川先生后的心情 他也表明 很想一直和刚川先生在一起 我看到这里 开始觉得毛骨悚然 那个地方 明明就是个荒废的房子 女主人 去那里 到底是和谁见面了 而在女主人死亡的前一天的日记 女主人在日记内 画了一幅画 那是个写实派的画风 她画着自己和一个外表 很帅的男人在一起的样子 她在那幅画上 也标上了画中 那两个人的名字 女的是她自己 男的是刚川圣子 然后下面留一串字写着 我决定 明天就和刚川先生 永远在一起了 看完日记后 我头顶留下了讨人宴的汗水 这件事情不知诡异 背后还有很多需要厘清的东西 所以我开始深入调查那栋房子 我从一个专门做房产情报的同行那边 得到了那房子的讯息 那间荒废的房子 原本的主人 就是刚川圣子 而他早就死二十多年了 自从他死后 就没有人入住过那间房子 也没人继承 所以就荒废在那里 而刚川圣子有个姐姐 就住在那附近 后来我寻着那个地址 找到了刚川圣子的姐姐 我把拜访他的缘由告诉了他 一开始 他很抗拒 不愿意提供任何资讯 但我告诉他说 这涉及一条人命 而有人也因此痛苦万分 希望他能帮忙 后来他请我进到他家中 我把事情的经过 大约讲了一遍 然后希望他能告诉我 他所知道的一切 而我把他所讲的内容 记录了下来 他说 他的弟弟在很年轻时 就选择自杀离去 大家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自杀 也没留下遗书 死亡的地方 就是在那个放有西装的房间 那个房间 是他前阵子去打扫干净的 而那套西装也是他放的 因为之前 他梦到弟弟告诉他说 他准备要结婚了 要他帮忙准备一套西装 放在那个房间 并把房间整理好 他以为他的弟弟 是在另一个世界找到对象了 而他继续告诉我说 一个礼拜前 他才梦过他弟弟穿着那套西装 然后带着一个女人 出现在他的梦中 告诉他说 他结婚了 他来道谢后就走了 我在听到他所说的事情后 心里呛了一下 刚川先生的姐姐 在与我说完这些事情后 就叫我等一下 然后起身往房间走去 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 脑子里把所有线索拼凑在一起 得出的结论是 这个男人死了后 去到女主人的梦中 引诱女主人 跟她去她的世界生活 后来刚川先生的姐姐 从房里拿出一些照片给我看 她告诉我说 照片里的人 就是她的弟弟 看到照片后 我皱起了眉头 一股讨厌的不安感 从心里冒了出来 因为照片中的人 是一个长相极丑的男人 和委托人老婆日记里 所画的长相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过让我疑惑的是 女主人为什么会梦到她 这件事情 我一直无法理解 于是我随口问了一下 刚川先生是葬在哪里 她姐姐告诉我 一个墓园的地址 得到这些讯息之后 我去了那个墓园 看了一下 其实也就是个 很简单的墓园 我看了一下 刚川先生家族墓的墓碑上 有他的名字 但除此之外 也没调查到什么线索 不过正当我要离开 那个墓园时 无意间看到 墓园入口旁的家族墓碑上 刻着跟委托人 同样的姓氏 因为委托人的姓氏 很少见 所以看到同姓的墓碑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很不寻常 因此 我就打电话 给委托人问了一下 他是否有到过 那个墓园 而他告诉我说 他都会和他老婆 到那边扫墓 他很好奇 我怎么知道的 我没把事情的原由 告诉他 毕竟这太离奇了 后来我也评凑出 这件事情的 整个状况了 我把我调查到 有关刚川先生的 所有讯息 整理成了报告 交给了委托人 至于他看到报告后 会怎么联想 我不得而知 现在回想这个案件 我还是感觉很离奇 是真的有人死了之后 灵魂也会去寻找 心仪的对象吗 死了之后 是可以利用梦境 改变自己的长相 诱拐别人吗 也许整件事情 只是各种巧合罢了 不过我在想 如果灵魂是真的存在着 那这件事情 也许是一个超自然的事件吧 我曾经常许是一个 做人机场 不愿意 这么多贸易 就是个重心 为自己 可 不愿意 不愿意 保持有lude 立即 感谢观看